天涯与海角 作者秋雪 朗诵藤禅 阳春三月 总是在人们的视野里 悄然而去 那些温馨的回忆 瞬间也就变成了人生的 又一道亮丽风景 世间万物 沉沉浮浮浮 春雨犀利 秋色缠绵 华丽转身的背后 为何还飘零一颗孤星 于天涯海角 人生本就是一杯清茶 心若如茶 生命便会清澈透明 爽口爽心 看淡了春花秋月 人情世故 看淡了生老病死 富贵荣华 世间的权力之争 荣誉之争 也就会于枯荣的岁月里 如浮贫一般 飘摇摇在风雨之中 昨夜的晚春暖风 将我的思念 融进了一杯烈酒 聆听着采一老师的朗诵 三月我想起了江南 如痴如醉 倒不是因为自己的散文写得精彩 而是因为采一的甜美雌性颂读之声 升华到了一个唯妙唯笑的境界 她的深情演绎 震撼着我的灵魂 湖畔微风 让大街小巷的路灯 在忽明忽暗里摇曳 也将我的寂寞 真诚和善良 如水般 撞进了心房 一年四季 N个春夏秋冬 试问又有多少花儿 曾在绚丽中绽放 夏来了 远没有了去年初夏的张扬 我特不喜欢闷热如冠 乱人心扉的夏天 在我安静的心里 夏日应该永远是个热烈中 不失温柔的新娘 尽管她不及秋雨的多情翡翠 昨日的春风已拂过湖面 掠过树梢 当小草拥抱花蕾 流淌滴滴相思泪珠 当花蕾开出花瓣 傲力枝头光彩招人的时候 梦里再难与你赏春月红 荷花蕾 你又于何处观赏核桃月色 古盘春风驻足和堂 桃红柳柳柳绿 桃红柳绿毕业连天 年年岁岁岁岁岁年年 心儿又为何依然色红如何 一份执着 一份执着一份真情 让我在酒醉的片刻 寻觅一般英红 文心的文字吐露出 写许念想 疼痛了我今生来世的梦 去过海南 知道那里有一个神话般的地方 叫天涯海角 天涯在新的那头 海角却驻扎在新的这头 我不知道 到底是天涯距离我远 还是海角距离我近 也许诗人泰格尔的诠释 是最具说服力的吧 其实 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 我觉得都无关紧要 不是有一种情感 叫做穿越遥远吗 不管对方离你多远 他都会隔着遥远的时空 传递着彼此生命的真谛 因为这个世界毕竟存在着善良 真诚和无尽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